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8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 繼續說香港的時事 這一節要說的 跟MIRROR演唱會的調查相關 當然了 其中的傷者 巨報 已經恢復意識 能夠跟在場的人簡單溝通 這一節我們繼續從現在的調查 繼續去看到底現在香港發生甚麼事 因為 最新的資訊 就說在台上表演的人 居然就是被帶回去協助調查 到底 現在這樣的情況 當整件事開始明朗化了 意外成因 這些時候 再去 調查那些 跟意外似乎完全沒有關係的人 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呢 所以我們會從多個角度去討論這件事 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 現在香港警察 所謂做調查 完全是要響應那些所謂藍絲的呼聲 因為 就是自從MIRROR的演唱會發生了意外之後 這個 大量的藍絲的呼聲 就是指責在舞台上表演的人 所以我們這一節 一起研究一下到底發生甚麼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在這裡 誠意邀請聽眾 當成是 訂閱報章一樣 希望大家 如果是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就是經濟能力許可的話 請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希望所有聽眾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只要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就可以了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繼續提醒大家 8月31日 就是831集會 今次的主辦單位 我們是 認識 跟他有聯絡 今次會盡量 出席 也會盡量協助 希望大家記得 8月31日 在倫敦 Parliaments Square 就是英國國會外面 的廣場 這個Parliaments Square 應該是上一次 就是612集會的時候的位置 同一時間 我們也是希望招募到一些 義工幫忙 義工可能是需要 在當日集會早一兩個小時到場幫忙 除此之外 應該就不太困難 希望大家 如果想報名就跟我們說 根據 最新的報導 MIRROR發生這個演唱會意外 已經過了 差不多兩個星期了 其實 調查到今天 關於那個意外的成因 相信 都已經是大致水落石出的了 跟這個 舞台上面的裝備 有人 似乎疑似 偷工減料有關 我們也跟大家分析過 這個 舞台的裝置 做得不好 牽涉 就是一些工程公司 裏面 很可能是判上判 偷工減料 時間不足夠 然後 就是WIN子機不足夠 導致 他上這個 降索 威也 上得不足 現在基本上 很大程度上 就知道已經是跟這個工程有關的了 問題就是 相關的工程有沒有跟足標準 有沒有按照合約的要求 以及就是基本的 安全要求去做 另一方面當然是主辦單位 以及所謂的監製 以及公司 他們有沒有份呢 就是監督 而他們的監督是否做得足夠 如果他們監督做得不足夠 那麼一樣就是會有責任 跟一般的工業意外也很相似 你找了公司去做工程 不代表 那間公司去聘請他 即是你的大判所謂 用一個比喻來說 如果你是大判 不代表你沒有責任 你有責任去監管 下面的所謂contractor 有沒有跟足 就是法例去做 所以 他的責任是存在的 他的責任就是在於 他有沒有跟足法例 去督促下面的人 遵守相關的安全法例 舉個例子 如果那些員工 死都不穩安全帶 高空工作 那麼公司有沒有責任呢 公司要盡的責任呢 不是叫一叫員工 你不叫你穩安全帶 這樣就叫做盡了責 公司 那個關於高空工作安全 舉例 現在不是高空工作 就是要去到責任 是要 要 make sure 那個工人 一定要聽你說 你是要盡最大的努力 去到了 中間 你逼他 他一定要穩安全帶 去到這樣的地步 不單止要給警告他 要警告他 要從頭到尾監管著他 他去到中間 自己解開 除非去到那麼離譜 如果不是 你基本上公司也要負上責任 換句話說 承判商其實是有責任的 公司跟承辦商簽合約是有責任去監督 在這個工程上面 有責任去監督 到底他有沒有跟足呢 就是程序去做 如果大家也要責任去監督 不知道呢 就有安全程序 那就大家一起責任吧 不過責任可能是共同承擔了 從多角度去看 我們也看不到 那個 刑事的責任 有哪部分呢 是跟台上的表演者相關 為甚麼到最後 警方居然 就是要 請Anson Lo 和Eddon 回去 警察協助調查 事實上 當日的影片相當之清楚 在台上的 表演者基本上 跟整個意外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除了 網上有大量的藍絲呼聲 說要去調查他 說他們是 似作俑者 又或者說他們 在現場發生了意外 都不聞不聞之外 我們基本上是完全 看不到有甚麼 台上的表演者 是會跟那個案件 是可以扣連上關係的 結果 警方的舉動就是 請了兩位回去 說要協助調查 說要了解當時台上的情況 所以其實很簡單 坦白說你只是看回當日的片段 你也知道 其實在台上 顧著表演的人 根本 提供不了太多資訊給你的 而當時 其他 的跳舞人員 又或者表演者的位置 他們也未必會非常清楚 因為他們全程投入 在自己 那個performance 上面 而且他們 很明顯當時 面向著觀眾 根本就不是在看台上的其他人 在做甚麼 所以警察做這些事件 基本上你除了 感覺到他只是純粹 要對著那個藍絲的呼聲 做交代 所以要請Anson Lo回去協助調查 之外 你完全看不到 一個在台上的表演者 面向著觀眾集中精神 對那個 當時在台上發生的事 你看影片可能會更加清楚 他有甚麼可以幫到你去了解案件呢 你現在已經知道 案件跟工程有關 跟相關的負責人員有關 跟鋼索有關 跟那兩位表演者有甚麼事呢 跟Anson Lo有甚麼事呢 根據 警方公佈調查 就說在現場 檢查 檢取了 就是有斷裂的螺絲 懷疑跟案件有關 由現在開始 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兩個星期 其實 那個案情已經是越來越清楚了 我們完全看不到 那個表演者有甚麼機會是會參與其中 當然你可以說 真的可能 請他們回去幫助調查 但是香港其實沒有這件事的 所謂請你回去協助調查 說真的 可能就是要你去落口供 你可以不去 又或者 就是 要拘捕你 即是你作為被告人才叫請你回去協助調查 這個新聞看到很多人會覺得憤怒 台上 那兩個表演者 關甚麼事呢 現在你查了兩個星期 都很清楚的啦 媒體也有報導 你也知道 是跟 那個 降溯是有關係 那怎麼會跟 表演者有關係呢 你請他們回去協助調查 可以協助到你那些甚麼部分呢 我們完全看不到有甚麼必要性 反而就令人覺得 所謂警方的調查方向就是草草了事 凡是 甚麼人也麻煩你回去下份口供 其實你看影片也知道 表演者不會知道甚麼的 這一次 香港政府還有一眾 討厭MIRROR的人 再加上 從來他們認定這個就是 黃色的人 黃色的 樂隊 從多方面的角度去看 也看到這次 MIRROR的事業 可以說 絕對是大受打擊 所以我們真的很認真 跟大家說 當然我們的聽眾應該很了解 如果你純粹因為你是MIRROR粉絲 剛好走過你去聽這一節 希望你認真想清楚 你在香港 你想看明星也好 你想看演唱會也好 你希望那些事情跟政治無關 這件事 是不可能發生 每一件事 到最後 政府 警察 所謂調查單位 到最後 每一件事 他們的考量 都是 從政治出發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裡了 詞文言